早上起床的时候你应该已经感觉到了 全台各地在今天都转为有雨的天气 而气象局也持续发布了大雨特曝 在南部地区出现瞬间雷雨的机会大增 好消息是也解决了缺水的情况 好久没有下大雨的高雄市上午出现了暴雨的现象 但是9点到10点一个小时之内 岗山就下了50毫米的雨量 这张气象局表示受到东北气风的影响 雨是还会持续到入夜 所以持续的发布大雨特曝 平均每小时的雨量在33毫米左右 对于解决南部缺水的问题有帮助 这一波其实有针对于南部发布大雨特曝 那以目前的观测在南部地区早上的死雨量 有到大概33毫米的一个降雨 所以这一波的话可能在南部地区的降雨 多少有点帮助 至于气温方面北部地区的低温13度 礼拜六大概是14 15度 这两天天气偏低 预计礼拜天的气温才会回升 这笔另外一波的封面下个礼拜一会报到 下周还会再下雨